當然你要輸出的剛剛是用VBA來寫月考裡面 可是呢之前我們另外一種寫法 同學問的問題是說 如果要把這個公式有沒有 直接放到這個儲存格也是VBA 輸出的話呢其實不是輸出我們計算完的結果 84.4或者什麼的 而是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丟一個公式 那這個公式的話呢其實就是類似三波檔 那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呢 因為你丟一個公式它會自動幫你執行 所以執行完之後也可以看到結果 那類似像這樣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做的並不是用剛剛講的 那你要怎麼寫 其實這邊我雲端上有寫一個就是月考 其實可以拿這個來改 那改什麼呢 比如說這邊好直接習慣上是選舉他有沒有 Ctrl鍵按住啦 Ctrl鍵按住就是複製貼上 這邊可以把它改成 也許就是底線我習慣是加一個公式吧 公式 那這個輸出的話是輸出一個公式 那回圈一樣 for i 等於這個13到最下面一列 不過輸出的話呢就不是輸出計算完的結果 其實跟清楚很像 先丟一個公式串給他 那我要怎麼樣呢 我丟的話呢其實不是 因為我可能我不是 而且有些時候你可能也不知道VBA要怎麼寫 或者你可能要想很久 那你只是希望呢把你原來寫好的這個公式 就是丟到VBA這邊自動幫你執行的話 一你可以先把這邊複製起來 再取消一下 因為你如果沒有取消你切不過去啦 我之前有同學 奇怪怎麼點不過 因為你沒有取消 所以這邊取消一下 二的話呢切到Visual Basic裡面 哪裡呢記得把它放到這個雙引號裡面 所以他比較像清除來複製啦 所以剛剛應該從清除拖拉過來來改 可能會更快 就不過差不多啦 最重要是觀念喔 OK 也不要死背 我一直強調不用死背 你如果理解之後 這些東西就會很 好像很直覺的 不然的話說真的這些要把它全部背起來 可能真的頭很痛啊 為什麼這麼多東西 背不了那麼多 所以那個慢慢盡量用理解了 因為理解之後你就不用背了 那可是也許慢慢啦 就是這樣你要慢慢熟悉 熟悉的話一定要常做 一定要常常找問題給自己處理 做久了其實這些都是很習慣性的動作 其實我為什麼會熟啦 就是因為也是常常在用 不管怎麼樣嘛 反正我就一定要 我寧可花時間在想程式怎麼寫 我也不要去土法練鋼 反正一個問題啦 你要一直去反復重複做那些 你倒不如把那個時間來想程式怎麼寫 對不對 那也許剛開始會比較慢啦 不過久了之後你會發現 欸 兩者的差距會越來越遙遠 而且那個重複性的事情越多的話 你用這個來寫 絕對是有絕對的優勢啊 這個有點像是你拿布槍跟機關槍一樣 對 你要布槍打一發 然後呢 機關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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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然後更不要說更精密的武器了 其實自動化跟智慧化 最后就是要设计非常精良的武器 减少人力 然后可以一个人写完 所有的事情都搞定 那这样的话 当然很多 你的价值才有办法凸显出 第一个就是清除来复制 第二个把刚刚的公司贴上 但是贴上的时候 你不能就这样子结束 因为你如果这样执行的话 他只是会把你的公司 全部执行到这边 全部都84 所以你要怎么样变其他的数字呢 你可能要想一下哪些会改变 13 13 那你会改变的地方 请记得 前面好像讲一个公式 把会变的 双一号双一号移到中间 and end移到中间 再加个i就可以了 有没有 然后记得这个 and的前后呢 补上空白 然后呢把这一个做完之后 有没有 复制起来 双一号双一号之间 移到这个13 把它怎么样 贴上去就好了 以后呢 甚至如果你忘 你怕那个记不得了 不然你就记口接嘛 像我现在都很直觉的 就把它当一个公式啊 然后你会 很快的公式写 好 写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对不对 基本上 这样执行 马上OK了 所以基本上以后 如果你要一键完成很多事情 你有已经写好的公式 你就可以类似用这种方式 有点套一个固定的公式 你就可以把你之前写完的东西呢 全部通通填上去了 当然以后你可能有很多栏 你就写在一个回圈里面 它就可以一次全部帮你完成 包含也许你后面还有列印报表 也可以直接把做好了嘛 你要列印出去嘛 那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列印出去了 那当然如果你还有很多工作表 你还可以自动把它印出去 换下一个 印出去换下一个 当然现在比较环保 而且你不一定印出去 你可以输出PDF档 也可以啊 然后你自动就 但是还可以把PDF档 自动Mail给某些人 这个部门的资料 Mail给这个人 这个Mail给这个人 哎 有没有 它就全部通通Mail出去了 那只是一个按钮的问题而已 那当然了 如果你是做出来之后 你可以下班前再按一下 那平常你就有很多的时间了嘛 对不对 OK 像有些同学 就是学完这个课 学的真的还蛮不错的同学 平常他有很多时间在FB跟我聊天 然后就跟我讲说 哎 老师我最近发现什么事情 他要跟我讲 然后他说 他有点想要跳槽了 或者是什么样的 然后 我说你时间真的很多 而且我觉得你时间好像变多了 常常有这种时间 突然那FB跳出来 然后说老师最近什么什么 那不过他很喜欢就问我一些问题啦 然后就像我刚刚讲的也是有些同学 他又把影片重看过 然后又重演心得 OK 所以我觉得应该在工作上是应该这样子会比较健康一点点 而且看得到希望 而且不断在进步当中 感觉上好像他就一直不断有在进步啦 这是应该是比较正向的循环 OK好 所以刚刚的重点就是 E把它改成这个月法公式 直接输出 那输出记得就是你如果13 本来这边是13 对不对 把它用I来代替 那你I不能直接这样直接输一个I不行 一定要怎么样 双引号双引号 都移到中间 endend 放个I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是到底什么原因吧 这个前面都有讲过啦 只是说你要不用死背啦 因为这个他实际上只是 本来是一块蛋糕 切成两半分开来 中间可能放个苹果一样的道理啦 好 苹果中间你要 要 那这个苹果中间不用放了 苹果他这边要放个串接符号 把它串在中间 OK 那这个我想对于初学者 或者是说你刚开始学这个 一定会比较陌生 但是这个这个地方 如果你过了之后 你会发现 VBA很多地方就会变越来越简单了 为什么 因为我刚开始写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光卡在这里 我可以卡一整天 但是我就是有那种不服输的精神 持之以恒的 然后慢慢慢慢的就 过了那一关就有点像那个 那个什么跑马拉松 有那个什么撞墙起 你撞墙过了之后呢 其实就感觉好像什么事情都变简单了 OK 所以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 把这 那带来就是第一个 输出公式嘛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就是 有关那个 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插入函数一样 产生一个使用者定义 月考函数 跟月考函数范围 那月考函数因为 一二三三个 可能比较麻烦 月考函数范围可能比较简单 那这个好像前面大概都有讲过类似的 一二三 还好只有三次 如果十次二十次的话 你不知道要选一堆的吗 所以基本上这个方法也可以做出来 不过并不是很好 比较好的方法是 月考函数范围 需要什么 把这个选起来 选三个给他 他帮你把这三个切开来 计算完之后 返还一个结果给你 那这个应该前面也有做过类似的 只是你要再把它用出来的话 当然恐怕你还是要动一点脑筋 不过如果你那个都可以 自己动脑筋写出来的话 以后你可能要解决你工作上的问题 就越来越简单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但是特别重要 方选是没办法去变更格式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恐怕还是要配合这个上 画面先还给客户一下试一下 就是再增加一个所谓的月考 月考的公式 月考公式 那月考公式其实可以用清除 月考清除来做修改 算靠中间 算个公式 再把13改成I 串在中间 就可以 把公式很快的输出到 梦一个出存格 那除了可以输出一栏 其实可以输出很多栏 后面我们还有范例 就是可以这样做 那你可以输出多栏 甚至可以输出多工作表 甚至可以输出多工作部 反正这些都是一层一层的 互相有关联性 如果你可以把这些通通都熟悉的话 真的你在工作上一定会那个如虎添翼 而且会在工作上是得到更多的一些 算是一些成就感 我算是一种 你越做 大家会越顺手 OK好 试一下 把这边先试试看 那方选部分也可以先试试看